在這次千人聚會,特別是武中會的長職演習會當中 我們從幸福小組看到有幾個感動 第一個感動就是我們對門徒的定義要很清楚 我們受洗就成為門徒,就應該傳福音 門徒定義決定了這個教會是不是建立在宣教文化當中 所以我們鼓勵傳福音不是只長者牧師的事 而是我們受洗的基督徒就應該負起傳福音的使命 我們透過傳福音也能夠領受到上帝的恩典聖靈的同在 這就是一種喜悅 第二個我們要很感動的是,為什麼基督徒願意傳福音 因為他有屬天的價值 我們知道有一天我們都會建築 我們在地上的時間,我們有屬天的價值 我們就不會盲目只追求地上的價值 屬天的價值讓我們願意捨棄一些的權利,一些的金錢,一些的時間 我們會尾聲在福音當中 我們越來越發現,一個願意尾聲在天國價值的人 是充滿熱情跟喜悅 第三我們可以看到,現在常常會對這個新聖代的牧羊 常有一些的困難跟壓力 其實回到這個宣教文化的建立之後 國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學生都願意傳福音 他們會找到熱情 他們會找到上帝透過宣教當中的這個喜悅 讓他們找到自我的定位 也讓他們找到幸福感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長老教會應該透過幸福小組 可以提供這樣不同的使用